今天凌晨 一名男子骑车经过花莲市的路口时 因为没打方向灯违规转关 被一名巡逻远警盯上 男子当下不但拒检还加速逃逸 经过一番追捕之后发现 他是一名通气犯 抓到的当下身上还带着毒品 远警按喇叭示意 骑机车的男子违规右转 当他一回头确认是玻璃式大人 就是不停油闷一催加速逃逸 警察 出发了 警匪追逐戏码一路追到人群道上 但男子人逃不过大批警力追捕 而一查发现他不但是一名通气犯 身上还持有毒品 东西在哪里 我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我配合啊 我没有配合啊 我真的先有没有东西 第一时间男子肩不吐时 工程身上没有东西 但警方立刻查获一包海洛英 发生在20号凌晨2点50分 这名潘姓男子骑车行经花莲和平路 和重庆路口时 没有打方向灯就转弯明显违法 但男子见警紧追在后 就怕自己的身份曝了光 转眼就跑 警方立即通报线上拦截围捕 顺利将该车燃停后 发现男子为花莲地检署 发布之妨害公务通缉犯 并依法将其逮捕 这回男子背负通缉案件 又持有毒品 被警方逮个正着 最佳一等一送法办 记者陈正夜花莲报道